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嗎? 今天要再來跟大家聊聊香港 因為8月18號香港維園剛剛舉辦了一場 規模盛大的集會 超過170萬人參與 創下香港的歷史記錄 而且這一天非常關鍵 因為香港很可能度過了相當兇險的一天 不過先讓我們來看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一位參加維園集會的香港市民拍的 他在地鐵上遇到了一個小男孩 小男孩穿著黃色雨衣戴著雨傘護目鏡 自己一個人搭車去維園參加集會 男孩說自己只有11歲 家人都不知道他出來參加集會 我們不禁要問 是什麼樣的政府會逼得人民不得不站出來守護自己的家園 就連一個11歲的小孩也不惜冒著被警察打的危險 冒著吃催淚彈的危險 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 也要走上街頭保衛自己的家園 這很值得我們生死 好 回到今天的主題 剛剛提到了 818這一天可以說是極其兇險的一天 主要有四個徵兆 第一個徵兆是中共鎮壓恐嚇快速升級 包括中共港澳辦、中聯辦、中共黨媒以及軍方等多個單位 在這幾天不斷對香港進行恐嚇言論 而且不斷升級 除了將反送中運動的定性拉高到恐怖主義之外 還不斷地通過媒體、微博等等釋出中共武警演習的畫面 不斷地對香港進行文攻武嚇 似乎在對發動一場大規模的鎮壓在進行輿論造勢 第二個徵兆是 各類恐嚇與流言四起 根據我們從香港掌握到的消息 在這次818集會前夕 各種恐怖的留言已經在不斷地流傳 比方說有警察要混入群眾製造混亂 有黑幫分子要傷害群眾 甚至還有人傳說要殺害警察 來挑動警民衝突 為大規模的鎮壓製造藉口等等 而且還有許多學生領袖收到了威脅全家人安全的恐嚇性 遊行開始之前已經有所謂的勇武派 也就是在前線衝鋒的抗爭者 他們透露了他們今天不會有行動 那如果一旦有衝突發生 那一定是外人滲透進來挑動的 而且就在集會結束之後 確實有人拍到有身穿黑衣的抗爭群眾 走進了警察總部 而且在集會現場也確實發現 有來自中國大陸身穿紅色衣服的疑似黑幫分子 那所幸的最後都沒有發生衝突 第三個徵兆是美國軍艦申請停靠香港被拒 在8月13日 美國海軍曾經向媒體表示 美軍軍艦綠灣號和伊利湖號 曾經要申請前往香港停靠 但是卻遭到了拒絕 而美軍軍艦想要停靠香港的日期就是8月17日 正好在818集會前一天 這是巧合嗎? 美方是不是可能得知了什麼情報 所以想要在8月17日進入香港 但是在被拒絕了之後 美方決定主動向媒體公開這項消息 藉此警告中共不要輕舉妄動呢? 第四個徵兆是川普推特頻頻發文示警 同樣在8月13日這一天 川普罕見的在推特上主動公開向香港發出警報 他說美國情報部門通知他 中共有大批兵力往香港邊境集結 他呼籲大家要保持冷靜、留意安全 接下來川普幾乎每一天都對香港局勢發言 並且呼籲中共如果想要達成貿易協議 就要先人道地解決香港問題 這四個相當不尋常的徵兆 透露著818這一天確實可能相當兇險 但所幸最後一切都化險為夷 平安的落寞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看 這場818百萬人集會傳遞了哪些重要的信息 第一個重點信息是超過170萬人參與 反送中能量歷久不衰 根據主辦方民政統計 這次進入維園參加集會的人數超過了170萬人 這還是個保守數字 因為從銅鑼灣到中環這一帶的集會人潮無法計算 所以他估計實際參與人數可能有將近200萬人 而且在集會當天還下著雨 但是依然沒有交際香港人的行動意志 換句話說 從6月16號的第一次200萬人大遊行 到了現在 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個月 但是香港民眾的抗爭能量依然不減 名氣依然高漲 這反映出中共與港府的所作所為 非常不得人心 導致民怨的持續擴大 反送中的能量也不斷的擴大 雖然在818集會前夕中共文攻武嚇不斷 黑幫與警察的滲透威脅也不絕於耳 但是依然有超過170萬的香港民眾走上街頭 無畏無懼地向中共與港府說不 那也充分展現了香港人反抗暴政 守護家園的勇氣和正氣 第二個重點信息是 不滿港府無視民意 各界紛紛響應 在過去兩個多月以來 反送中運動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香港民眾支持 和認同 不但跨越了族群階層 也跨越了職業領域 這次像包括了教育界 金融界 公務員 醫護界 家長 還有銀法族等等 都相繼走上街頭遊行或舉行集會 來表達對反送中群眾的支持 而且要求政府回應人民的五大訴求 這股各界紛紛響應的讓潮 隨著港府與中共的末世民意 目前仍在持續擴大蔓延 第三個重點是 和平理性非暴力 善的力量感動人心 和平理性非暴力 就是所謂的和理非 是絕大多數香港抗爭群眾的信念 這次818集會當中也再次充分展現 整場集會活動相當平和平穩 雖然活動結束之後 人有少部分群眾守在街頭 不願離開 但是其他的抗爭者也都留下來 不斷向他們勸說 齊心地請他們一起回家 一個都不能少 最後所有人平安地離去 沒有發生衝突 這種高度文明 高度理性的 和理非行為 也再次證明了 善的力量最能打動人心 善的力量最能夠喚起世界共鳴 而善的力量最令中共與港府畏懼 這一點也充分體現了抗爭群眾的心法與口號 就是Be Water Be Water 就像老子說的上善若水 抗爭群眾像水一樣用善念、理性去表達訴求 潤責人心打動民眾 因此獲得了海內外自由社會的支持 潤責人心打動民眾 因此獲得了海內外自由社會的支持與肯定 特別是當中共與港府越是殘暴的鎮壓 就越是和抗爭群眾形成了善惡分明的鮮明對比 人們在良知和理智的選擇之下 就越能輕易地明白應該支持誰 應該譴責誰 也就讓中共越失去海內外的民心 越受到國際社會的反對 也因為整個活動的高度理性平衡 使得中共安排的黑勢力和香港警察 沒有辦法找到藉口來挑起事端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整場818集會 其中幾乎看不到警察 結果也就沒有衝突發生 換句話說 被中共操控的香港警察與黑勢力 很可能才是造成香港暴力衝突的真正亂源 第四個重點是 中共態度突然放軟 在818前夕 我們知道中共與港府的態度相當的跋扈霸道 氣勢凌人 特別是在中聯辦的中共國徽被潑漆塗黑了之後 中共的言論定性跟文攻武嚇就步步升級 甚至還說香港反送中運動是恐怖主義 但是就在川普發出警告之後 中共態度開始見趨保守 而在818這一天 被認為是中共在香港的代表人物 也就是前綠政司司長梁愛師 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言論更是180度的大轉彎 梁愛師說 中共國徽被潑漆塗黑 只是小動作 不需要引用基本法要求中共介入 至於說有外國媒體拍到大批的中共武警在深圳演習 梁愛師說 這是因為中共十一就要到了 所以各地都有大型活動演練 不是要恐嚇香港群眾 梁愛師的發言相當程度的代表著中共的口徑 現在卻態度明顯放軟 而北京先前的這種強硬言論是大相徑庭的 那可能有六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川普政府公開出面介入 我們知道川普聯誼以來在推特上不斷的發出警報 警告中共要人道地解決香港問題 並且首度公開將貿易戰和香港問題掛鉤打包 那等於是用貿易戰幫香港築起了防火牆 同時他也用個人關係想要勸助習近平別做傻事 那川普在18號這一天又再次強調了 他說希望習近平坐下來和群眾代表協商溝通 用人道的方式來解決香港問題 那如果香港出現了暴力鎮壓 用暴力來鎮壓抗爭群眾 出現了另一場天安門六四事件的話 那美中要達成貿易協議就會變得相當困難 除了川普之外呢 包括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 美國副總統彭斯 國務卿蓬佩奧等高層 也都相繼表態支持香港 或者對中共發出警告 讓中共不得不退避 那中共姿態放軟的第二個原因是 美國國會兩黨力挺香港 我們知道美國國會兩黨雖然經常各執己見 但這次在香港問題上卻是態度高度一致 兩黨都支持香港爭取普世價值與真普選 並且警告中共不要輕舉妄動 提醒中共全世界都在看 那特別是美國國會手中物有兩把利劍 讓中共不得不恐懼 那第一把劍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那這個法案目前正在立法 一旦通過了之後 將可以讓美國政府 可以對涉嫌鎮壓自由與人權的中共官員 或者香港官員實施制裁 比方說凍結這些官員的美國資產 或者禁止他們入境美國 禁止他們申請美國身份等等 那第二把劍是香港政策法 也就是所謂的香港關係法 如果中共鎮壓香港 那美國國會可以表決 通過取消香港的特殊關稅區地位 以及其他的優惠政策 那香港就會變成是中國境內的一個普通城市 不再享有特殊地位 甚至連港幣也不能直接兌換成美元 那到時候香港就等於變成了廢港 那不但金融產業和外資會紛紛地撤離香港 中國也會失去大量的外國投資資金 而中共權貴也會失去一條重要的洗錢渠道 失去一座存放資產的重要金庫 第三個原因是國際社會群起聲援香港 那除了美國、英國率先支持香港之外 德國稍後也表態支持香港 而在日前加拿大與歐盟的外交部長 更是發表了聯合聲明 表態支持香港 而且世界各地也都陸續地舉行了許多 聲援香港的集會活動 效應持續地擴大 那反送中的真相也越來越廣為人知 換句話說 香港問題促成了全球的主要國家 形成了一道反共陣線 很可能對中共實施聯合的圍堵或制裁 讓中共不得不謹慎再三 第四個原因是香港民眾理性堅強、智慧應對 我們前面剛剛提到 香港反送中群眾展現的和平理性非暴力 以及Be Water、上山弱水等等 讓全世界印象相當深刻也深受觸動 那這股堅強的善力量也讓中共難以應對 無法找到藉口來發動大規模的鎮壓 而且香港民眾的Be Water 其實某種程度也相當神似 《孫子兵法》提到的冰形向水 我們知道孫子兵法講 兵無常識、水無常行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為之神 在過去兩個多月的反送中運動裡 我們看到香港民眾運用他們的智慧和理智 祭出了各式各樣千變萬化的奇招 來對抗中共、港府與香港警察 讓全球的社運機大感驚豔 不但有文宣戰、街頭戰、罷工戰、心理戰 甚至還有金融戰、經濟戰等等的戰術 以及他們堅定的正氣、信念 以及善良和人道關懷 那這些都是中共武警和港警 無法用暴力擊潰的柔兵器、軟實力 也是中共港府還有港警的罩門要害 第五個原因是中國經濟與權貴利益可能重創 就像我們在過去的視頻影片裡分析過的 鎮壓香港對中共來說 政治風險太高、經濟代價太大 鎮壓香港等於是一場政治自禁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一旦香港失去了金融中心的地位 失去了美國給予特殊優惠的地位 中國經濟不但將會因為投資銳減而受到重創 控制國企的那些中共權貴 他們的利益也會受到重創 一旦權貴利益受損或是利益分配不均 就會加大中共黨內的內部矛盾和權力鬥爭 中南海政局就會更加不穩 北京當權者的權位也會更加不穩 第六個原因是部分中共權貴反對逃犯條例 我們知道逃犯條例的修訂 原本是要讓北京可以輕易抓捕任何進入香港的人 也因此讓許多躲在香港的貪官污吏 或者是大量資產放在香港的高官權貴 感到害怕和不滿 根據我們掌握到的消息是 最近幾次香港民眾發起眾籌募款 在世界各地的媒體刊登廣告 宣傳反送中裡面 籌資的速度非常之快 其中有一部分的資金是人在香港的權貴捐出去的 因為他們擔心送中條例會危及他們的安全和資產 所以他們一方面捐錢支持反送中 另一方面他們通過派系勢力 在黨內和當權者進行激烈的內鬥 以上六個原因很可能是促成中共態度突然放軟的主意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818集會的第五個重點 第五個重點是民眾高喊打倒共產黨 天滅中共 在818集會當中 有民眾發現來自中國大陸的紅藝人之後 他們就高喊 打倒共產黨 天滅中共 天滅中共這句話最近經常在香港街頭出現 特別是香港金子晶廣場的金子晶銅像 已經兩度被人噴上 天滅中共四個大字 現在香港民眾又再次公開喊出這句口號 也反映出香港人 因切期盼中共政權盡快倒台 還給中國人和香港人自由的生活與人權 好 818集會平安順利落幕了 香港很可能度過了極其兇險的一天 接下來香港局勢可能會漸漸出現此消彼長的反轉 因為中共政權已經陷入了一連串的棘手困局 第一個困局是 美方介入中共很難再出兵鎮壓 我們知道川普政府已經全面將貿易戰和香港問題打包在一起 要求中共以人道方式來解決香港問題 等於是把貿易戰這把利劍綁在中共的嘴邊 如果中共想用武力來併吞香港 就得吞下這把利劍 而且美方對中共內部的軍情資訊已經有所掌握了 美軍也已經隨時待命 隨時準備去應對香港的局勢變化 而其他表態聲援香港的各國政府 也很可能開始展開合作串聯 一旦中共對香港發動武力鎮壓的話 中共很可能就會面臨國際的唯獨反制 接下來中共對香港的主控力量可能會漸漸的衰退 北京未來要想再對香港進行大規模的武力鎮壓 或者出兵將會越來越難 中共面臨的第二個困局是 貿易戰是否要讓步? 香港問題竟然已經跟美中貿易戰打包了 接下來北京方面勢必的嚴肅考慮 貿易協議要不要對美方讓步? 要不要取消過去種種不公平的貿易和產業政策? 比方說像關稅壁壘、政策補貼、 竊取知識產權以及強迫技術轉讓等等 但是如果北京接受美方的協議 那不斷會影響權貴集團的利益 還會影響中國未來的產業經濟 比方說中國製造2025的高科技產業轉型計畫 勢必會出現變數 因為中國目前缺少自主研發的技術、能力和人才 過去絕大多數的技術都是靠著從外國竊取而來的 缺少高科技的支持 中國的產業經濟就會失去競爭力 未來像華為、中芯這些中國的國家對企業 很可能會因為缺乏新技術的支撐 而漸漸被歐美或者日本、韓國企業所淘汰掉 中國經濟也會遭受中創 第三個困局是中國經濟危機四伏 金融風暴一觸即發 我們在過去的節目裡曾經跟大家分析過 目前中國經濟遭遇許多的潛在危機 而且很不幸的這些危機都在一一發生 比方說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資產貶值、資金外逃 企業外移、失業擴大、外資不進入、外匯不足 以及更重要的是嚴重的債務危機 正在逐漸引爆中國版的金融風暴或者金融海嘯 我們知道最近除了包商銀行、錦州銀行 陸續因為財務危機而被政府接管 那最近山東的恆峰銀行也因為出現財務危機 而被當地政府接手進行重組 那實際上就等於說這些銀行的虧損和債務 都由政府拿中國人民的血汗錢來買單擺平 但是更重要的是根據世界各地的經驗 這種出現財務危機的銀行絕對不會只有兩家三家 而是中國各地都會有 是一種系統性的現象 而且正在一個一個引爆 因此如果北京不願讓步 貿易協議繼續這樣拖下去 想繼續用貶值人民幣來對付高關稅 那就會加速中國境內的金融風暴 中國經濟問題就會更為嚴峻 所以這一點請中國大陸的朋友 一定要多加留意提前防範 特別是要留意金融欺詐、企業掏空 以及糧食短缺的問題 第四個困局是臺灣大選變數多 親共獲選人落後 我們知道中共想要操控明年的臺灣總統大選 讓親共獲選人登上總統寶座 從而加速兩岸的統一與併吞 然而中共對香港一國兩制的破壞 對香港人民的殘暴打壓 也激發了臺灣人民的高度反感和擔憂 因此目前有超過八成以上的臺灣民眾反對一國兩制 而親共候選人的民調支持度也正在快速下跌 再加上親共的紅色媒體 現在又與其他候選人起了內訌 開始彼此爆料自己跟其他候選人 以及中共國台辦之間的秘密關係 這就等於搬起石頭砸中共的腳 臺灣的選起已經讓越來越讓中共難以掌控 也打亂了北京的對臺統戰佈局 第五個困局是反送中真相在國內傳送發酵 儘管中共嚴格的控制媒體、控制網絡 但還是擋不住香港反送中的真相往中國內地傳送 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明白了香港人的訴求和行動 也因此有大陸民眾到香港旅遊的時候 特別購買了大量物資或食物送給反送中的年輕人 也有大陸民眾到香港去怒罵港警 批評港警被共產黨利用將來不會有好下場 還有大陸網民 神源香港 甚至還有中共軍官亮出他的軍官證公開表示香港加油 北京現在遭遇到國際壓力 他已經很難使用對付內地人民的暴力維穩手法來鎮壓香港 但是一旦對香港放鬆 很可能會讓中國各地民眾看到希望 從而想要起而效由 畢竟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已經70年 民怨也累積了70年 再加上目前民生經濟困頓 而官方的高壓維穩還在不斷升級 民怨也因此持續高漲 中國大陸會不會掀起更多的反送中浪潮 因此北京相當擔憂 而且左右為難 當心反送中運動會不會像清朝末年的武昌起義那樣 最後引來各省紛紛響應 從而瓦解了中共政權呢 所以目前中共內有經濟危機 民怨怒火 那外有貿易戰火和外交戰火 中共等於是內外交逼 中南海內部的政局將會更不穩定 那中共權貴內部可能會出現更嚴重的末日心態 紛紛想要設法外逃 或者是內鬥奪權 你死我活 而中共政府也會遭遇更嚴峻的政權危機 那這對北京當權者來說 許多事情都陷入了進退兩難 進退尾谷的困局 包括貿易戰 香港問題 兩岸問題 中國經濟 一帶一路等等 這讓當權者兩面不討好 里外不是人 但是又無力化解 那其實10月1號這一天就快到了 那這一天雖然是中共建政70年的日子 但是如果當權者或者誰 能夠有勇氣解體中共政權 讓這一天變成中國新生元年的大喜之日 那麼不但所有僵局都有可能迎刃而解 而且還會贏得國內人民的感佩 贏得國際社會的讚賞支持 正如當年的戈爾巴喬夫 臺灣叫戈巴契夫一樣 名垂青史 同時還可以帶著中國浴火重生 而中港關係 兩岸關係 也將出現全新的格局和轉機 最後有一件事情要請大家注意 有些非常關注香港局勢的中國大陸朋友 跟我們留言反饋 提到說在淘寶網站上搜尋頭盔 口罩 防毒面罩等等都不會顯示搜尋結果 因為中共想要斷絕香港民眾 購買這些防護物資的渠道 經過我們查證發現確實有這個情況 如果在香港上淘寶網站搜尋口罩 防毒面具 安全帽 眼罩等等關鍵字 會出現一片空白 但是如果從美國 臺灣或其他地區 則可以正常地顯示搜尋結果 不過如果在香港改用精準的產品名稱來搜尋 比方說3M的6800 在香港還可以找到這個防毒面罩 香港已經有媒體披露了這項消息 而淘寶母公司阿里巴巴 則不願對此作出回應 在這裡我們也要謝謝大陸網友的爆料 也請容我代替香港民眾 感謝大陸朋友對香港的關心和支持 同時也請香港的朋友格外留意這一點 如果有其他地區的朋友 想要協助香港民眾對抗暴力和催淚彈 也請通過安全低調的渠道管道來幫助他們 不過這個事件也讓我們再次看到 中國共產黨的邪惡殘暴毫無人性可言 這個政權完全不給人民求生之路 而是把人民當成敵人來虐待封鎖鎮壓 那這種草菅人民的流氓政權 難怪會讓香港民眾高喊 天滅中共打倒共產黨 也難怪就連11歲的小朋友都要走上街頭 捍衛自己的家園 那我們一起來期待 終天滅中共這一天早日到了 好 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這裡 不好意思 今天聊得有點久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訂閱留言按讚 或者跟你的親朋好友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記得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圖案 這樣當我們有新的視頻影片出來 你才會收到通知 我們下次再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